现场最新的状况有关于死者身份确认的部分 43人已经完成指认的有34名 那目前家属都陆续的在进来指认当中 我们有新的数据会随时的跟各位来做更新 我们在这里要呼吁民众你的家属在这次罹难 但是你们又不方便马上到花莲地检署的话 可以就近到台北地检署 我们已经有请台北地检署那边提供我们所制作的照片 可以供家属来做指认 修复的部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的 那比较不会有残肢的部分的 我们现场都已经修复了 另外一部分虽然有指认 但是我们认为肢体是比较破碎的 这个部分要等待我们DNA整个完成之后 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遗体 遗知我们会放在一起 然后再做一并的修复 我们预计DNA应该会在这一两天之内就完成 第一批的这个DNA早上就已经送到台北 而且法医研究所跟刑事警察局都已经在加派人手在进行这个DNA的比对当中 第二批呢已经现在已经在飞机往台北的途中 应该很快就会到达刑事警察局 他们由他们这个两个刑事警察局跟法医研究所他们分工合作 我们法务部还有我们刑事警察局这边都会尽全力来完成 尽快的完成DNA的比对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死亡迷奈的数据往上攀升 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跟各位报告的 我们目前初估的就是现场 依照我们现场可以判断的 我们估计是50位 但是因为有其中另外还有不少的尸袋 那里面是残缺的肢体 我不敢说一定没有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会有减少 因为整个的整个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说 哪一个编号跟哪一个编号它可能是同一个遗体 因为现场非常的非常的杂乱 在现场的检察官已经协调请铁路局 他们将一到三节车箱先移动 然后再往下 例如常